欧元区经济不振 而且与国际货币基金IMF 似乎还无法达成共识 在希腊问题上 欧元区17国财长认为 不应该再让纳税人买单援助计划 因此不接受IMF的永久解决方案 星期二财长们将再次召开会议 希望与IMF达成共识 欧元区财长20号与IMF总裁拉加德集会 就希腊下一笔援助拨款问题 寻求团结一致 在星期一的会议中 各国财长表示同意再给希腊两年 达成检斥计划 但希望在不要求纳税人 拿出更多钱的情况下 重新拟定纾困计划 不愿跟进IMF抛出的永久解决方案 为获得下一期救助金 希腊总理萨玛拉斯 日前召开内阁会议 希腊政府已在星期一 以特别法为依据 批准了与国际战权人 达成一致的改革措施 周二的财长会议 将聚焦希腊2013到2014年间的融资问题 帮助市场达到稳定 台长会议之后 欧盟将于22、23两天举行高峰会议 以解决欧盟的预算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